家里的米饭都不够吃,做法简单是真的很下饭 首先分别把豆角和茄子切成长条备用 锅中油热鲜放入豆角,把豆角煎到虎皮状盛出 再放入茄子,也给它煎到金黄 烘碗里放一勺生抽,半勺老抽,蚝油,盐,鸡精,适量淀粉水,搅匀备用 锅留底油,放入葱蒜小米辣,给它炒出香味 再放入豆角茄子,淋上料汁,大火翻炒均匀,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的你也快收藏试试吧